日前,WCA魔方国际公开赛在新加坡举行,来自中国江苏海安的六岁女孩曹启贤,以平均5.97秒的成绩打破女子世界纪录。 曹启贤不仅摘得了桂冠,她的成绩还打破了三阶魔方的女子世界纪录,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平均6秒以内的女子选手。 但是我做冠军了,我最要感谢的就要妈妈和哥哥,还有爸爸,还有干妈干爸,还有姚豪老师,因为他们都支持我呀。 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就打破世界纪录,说实话我们回来有两三天的样子都感觉在梦里面一样。 指导老师王一豪说,曹启贤在记忆复员工室时很有天赋,别的孩子还没记住,他试了几次就学会了。 贤贤同学呢,在魔方上有着极大的一个天赋,学习的速度也非常的快,拿下了多次的全国比赛冠军。 在这一次的新加坡WCA魔方赛当中呢,我也是非常的替他感到高兴。 曹启贤母亲回忆,孩子第一次见到魔方时就非常着迷。 他坐在教室最后面一排,假装听得很认真,感觉他对魔方很感兴趣。 老师说,因为他当时太小了,所以建议他大一点过去学。 四十个月大的时候,曹启贤便开始学习魔方。 我的爱好是魔方,每天多念两三个小时,我就一直坚持了下去。 为了当好陪练老师,曹启贤的母亲也是苦练基本功,还动员家人一起为孩子加油,鼓劲。 为了配合心,念魔方,我们现在属于全家总动员,爷爷,奶奶,爸爸,妈妈都会怀念魔方。 我们也报名了家长赛,陪他一起参赛。 成功的背后是漫长的坚持。 如今,曹启贤还给自己定下了目标。 打破世界纪录,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小目标。 第二个小目标是女子世界单次纪录。 第三个小目标是成为女子世界纪录保持者。 第四个小目标是5.5引擎。 我想在练习魔方上超越自己走上更高的舞台。 小小的一块魔方,囊括了数学、几何等学科知识。 要想玩转它,需要调动脑、眼、手等身体多个部位协调配合。 是一个高度集中注意力的过程。 曹启贤的家人希望孩子能够如愿以偿, 站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地展示中国萌娃的风采。